兩天的真實在緊張這個共軍的動態 有一個東歐大學 海生小孩 文玉石 是製作共軍的地圖 將這項目的標記到中國 一千兩百的這個軍事地點 包括這個陸海空的基地 和他們重要的這個軍事機關 傳統我們分析說這個地圖的 準確度有什麼應該改靠 郵票所飄機的地點 就是中共上階身第三 香港無南 福建南 在上海港南製作前 可以很清楚看到 港版上面有三條堂車去 還有配置電駐堂車 另外就連李金梅 只有五公里半的黑梅 也會列出十幾大軍事骨點 這份地圖真相識來看出 共軍國的基地的設施 這個地圖的製作者 是一個東歐大學音樂 那四年的學生 文玉石 解放軍有時候會在沙漠裡面 弄一個很大的標語 我覺得是還蠻有趣的 還有空軍的設施 然後中央政經的軍事機關 沒有人想戰爭 我覺得不管兩岸是戰是和 就是大家多多了解總是好 花一年的時間 正在古國的地圖 百度地圖 這要來漂出一千兩百尾的地點 地圖上面整個都是 中國的五千基 親像陸海空的軍事基地 中央政經的軍事機關 火燦基地 文玉石他說 中國軍事實施有三大地圖 包含風情 西班 精神飄議 文玉石他來踏過這份共軍的地圖 表達環境的立場 中央說 沒有人願望戰爭會發生 專家說文玉石透過公開 資料作比對 做出這種共軍的地圖 它的準確率有出現 應該就要很輕盈 它是有相當的正確性 這不太容易 但是以情報的眼光來看 這個跟真實的情報是有一點距離 但是可以讓大家知道 現在共軍的重點是在台灣 台海的情勢很緊張 也會引起美鳳的重視 美國參選兩年 最近有來提出 國防修官發案案案 就有說到協助台灣 除了五方位 美國聯合參議員的 文書委員會 進行有通過的策案 就是要求美鳳 和台灣簽訂數年的各位 來做聯合訓練 演習 發案最近會送到參議員的 議會心意 記者 總會報到 記者 總會報到 記者 總會報到